这里是红色东方之城 这是一座拥有着非凡意义的城市 在它的对岸就是那个神秘的国度朝鲜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沿海线的旅程来到了最后一站 就是辽宁丹东 丹东和朝鲜是和鸭鲁江相望的 我们站在鸭鲁江边就能够很休息的看到对岸的朝鲜 在对面呢是朝鲜的新一州 我曾经在七八年之前来过一次丹东 现在的丹东还有对面的朝鲜 跟七八年前相比变化都特别的大 下面咱们就一块去看一看 丹东在1965年之前叫安东 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 也是我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 这里曾是抗美援朝战士们的出发地 也因为和朝鲜隔鸭鲁江相望 所以吸引着大批的游客 当我们驱车行驶在鸭鲁江旁时 丹东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 现在的丹东新区已经是临次至比的高楼大厦了 在这里还建了一座新的鸭鲁江大桥 非常气派的横跨在鸭鲁江上 一端是我国的国门 另一端则是朝鲜 继续沿鸭鲁江行驶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老城区 这里明显要比新城热闹得多 它好像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但好像又不是了 我能感觉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是一种熟悉的新鲜感 在丹东街头 大部分的店铺都是中文和朝鲜文双语的 在鸭鲁江的对岸 就是朝鲜的新义州 新义州是朝鲜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 在几年前 新义州并没有什么高楼 但如今放眼望去 也拔地而起了不少高大的建筑 新义州是朝鲜的经济特区 有着悠久的历史 也是朝鲜著名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地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在近几年 发展也比较快 我们现在肉眼可见的 新义州市的范围 看起来还挺大的 是因为最早之前 新义州市就是沿着鸭鲁江边的 后来因为总是被烟 就在老城的旁边建了一座新城 也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规模 隔江眺望 在新义州有一个圆形的建筑 很是引人注目 它的外表是红色的 据说设计理念是来自于太阳 这栋楼目前是新义州最高的建筑 有25层 听说这是一个大酒店 在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站在对岸 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大楼上面的朝鲜文 我们现在在的这条街呢 就是朝韩一条街 它也叫高丽街 在这条街上面有许多朝鲜特色 而且在这我们能感受到 非常浓郁的抑郁风情 这条街就在鸭鲁江边 特别可惜的是 它整个这条街现在都在修 所以有点影响它这个面貌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鸭鲁江边了 这边是一个广场 有很多夜间节目现在已经上演了 跳舞的 还有东北大央歌 夜幕降临 鸭鲁江两侧的差距就更明显了 一侧是灯火通明的 一侧则是黑漆漆一片 丹东是我国的四线城市 而新一州却是朝鲜的第四大城市 从有人说 站在新一州看丹东 就是在看国际化大都市 不管怎么说 鸭鲁江两岸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这几年不管是丹东还是对面的朝鲜 变化都挺大的 能感觉出来两边都是在飞速的发展 但是综合来说 还是丹东这边要热闹繁华的多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这边转一转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